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EU Radio综合台三迪化新闻 大家好我是凡素 大家好我是凯蒂 我是佩芬 又是马航 北京时间的7月17号晚上 MH17航班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途中 在乌克兰境内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坠毁 机上载有295人 那么乌克兰的官员称飞机是被导弹击中 机上没有幸存者 根据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消息 已经查明国籍的乘客当中 目前是没有发现有中国公民 那么这样一则新闻在昨天晚上传出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目光 已经都集中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 马航可以说已经是悲伤了一年 那么7月17号又给他们增加了 非常悲痛的一天 本来我们是需要更集中的火力 对这个话题进行非常全面的报道 但是因为现在的消息呢 一切都还处在各方的核实当中 所以目前来说 大家可能最为关心的就是说 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因为确实事发非常突然 现在很大部分的证据呢 是指向乌克兰的亲俄反政府军 俄罗斯呢在事发之后呢 是立刻划清界限 尽管是之前有非常多的传言 说因为这帮航班跟普京要乘坐的航班的航线 是相当一致的 有可能是说本来要击中的目标是普京 但是误伤了马航的这班航机 那么很多的航空公司目前是已经 甚至是更加强调了 他们的航线是绝对会错开乌克兰上空这样一个领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马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局势这么紧张的局面之下 还是没有去避开这一块空域 那俄罗斯现在是划清界限 说对于普京的这样一个指控是完全毫无根据的 没有理由的 但是呢也难讨有这个染指的嫌疑 等一会儿的有话直说环节 我们会请大家来进行集中讨论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说从政治角度来分析的话 大家会认为谁最有可能是罪魁祸首 觉得是乌克兰的反政府军 乌克兰政府军或者说是俄罗斯政府军 那么这样一个事件对于乌克兰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等一会儿在一点钟直播的有话直说 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 那么同时在线的呢 我们还会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安全研究中心的副执行长 严铁林先生 他同时也是台湾退役的上校 那么俄罗斯话题是他非常专长的领域 等一会儿我们会请听众跟专家在电播当中有一个及时的互动 那么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暂时讨论到这里 在礼拜一十二点直播的三地化新闻 再会为大家作为更加全面的深度的报道和分析 请大家在下个礼拜一的这一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样一间震惊事件的非常罕见的空难事故 好 其实这样大的国际新闻 对很多的新闻人来说呢 一定是非常的亢奋 确实这样大的国际新闻不是每一天都有 昨天我们自己微信群里面就一直蹦个不停 Kathy今天早上还在播早新闻 几乎一晚上没睡觉 但是国际上这些新闻可以说也不是天天常有 所以我们新闻人才会有这样亢奋的心情 但是国内的新闻可以说每天都有不太平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新闻吧 反倒会有一点麻木的感觉 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要讨论到陷入漩涡的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这次又发生了一个右肩门 是在7月10号的时候在网上有一篇文章 叫做对听阳的声援控诉厦门大学 银寿教师吴春明长期猥亵右肩女学生 还写还附上了一封这个一张照片 一张床照在网上流传 其实我们书里这个下大最近的几件大事 除了右肩门之外还有什么特权门 也是下大的一个女教师在网上发文章 就说呢他们下大的校长给给这个食堂 他享受一些特权 这是所谓的特权门 我们再往前书里呢会发现呢 13年的11月的时候呢 下的还有一个艳照门 说呢下大的外文学院的院长纪玉华 谎称自己离婚26年 欺骗了重庆一个高校的27岁的女老师 并且是导致起怀孕六个月 这三单事件如果串起来的话 厦门大学整个学校都不太好 现在就是陷入漩涡当中 其实我想起来我们去年 还是前年有讨论过 伊俊青和常艳 我今天还去查了一下 我说伊俊青现在有没有付出 洗白 发现呢 他的新闻少了 但是常艳呢 当时就事发几个月之后 他的新闻还留在那 说当时他的每个月的薪水 不超过500块钱 什么多次自杀未遂 但是呢有网上就有人发帖 说伊俊青现在只是停职 放心吧 过不久呢 他一定会没事 因为根据我们中国的惯例呢 一旦这种事出现之后呢 大家多半指责的是女方 女方呢 你首先不识大体嘛 是吧 你之前也是你请我愿 让两个人发生事之后呢 你应该最多是跟组织通报一下 汇报一下 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给抖出去 即使抖出去之后呢 组织上他会处理 但处理完了之后呢 还是会指责女方 说是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 女方是诱导啊 这个不懂事啊 就各种 最后可能真正受害者 还是女学生 但这次看到吴春明的这个事件啊 似乎因为受害者实在是太多了 不像是刚才 我说的伊俊青那个案例当中 只有长颜博士一个 那两个人的事 可能真的是只有两个人清楚 但是现在 你说当神多了之后的吧 他就很容易这个互相指证 互相指证完了之后呢 吴春明现在显得就非常的被动 很多记者去打电话给他 但是都找不着人 两位又没有关注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像厦门大学 这次可以报出来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 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厦门大学 这个还是OK的 就是他至少这些消息 是放放的出来 因为实际上 就没有封锁消息是吧 对 但我看到这个 关于举报这个 下大校长 有一些特权的这位 谢林老师 他其实是 之前也有发过很多文章 也是被学校盖下去了嘛 那现在下大的这些 可以说是丑闻 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但我相信 中国其他的高校 里面的各种丑闻 不要说特权也好 学术腐败也好 或者说是这种情色的 桃色新闻也好 绝对不会雅于厦门大学 但是各个高校的处理手段 我想一味的都是 先把这件事情捂下去 因为影响到学校的声誉 影响到 对学校来说 最直接的影响到 下一年的招生 然后可能影响到 评选的一些 什么高校评估啊 这些工程 但是真的会影响招生吗 就是可能 就像凯蒂讲的 我也觉得 学校里的事 这种事一定不会少 但是厦门大学 他至少是可以放出来 而且据说 吴春明的这个事 他已经得罪很多老师了 就很多老师在 学校里面 对这个人都非常不满 因为他是历史学院的 考古系的嘛 那有人说 在他的带领之下 整个考古系 都已经江河日下 就对他的学术研究啊 就各方面的 有很多的不满意 但是我始终觉得 这还只是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单独 单独存在的例子 你说会对整个下大的 声誉啊 或者招生啊 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也不见得 可是我觉得媒体 其实很容易就事件 就过大 是很健忘的 克希刚刚讲的这种 这种态度是非常健康的 我觉得 其实说真的 你说这事情 你好像会让你吓掉 其实也不会 因为说真的 在台湾 在美国 甚至在美国 你说这种事情没有吗 我们看美剧 那些很多都是嘛 那你说其实 会不会影响 一个学校的招生 我觉得倒不至于 你只能都是说 在你进到这个学校 或是说 以前其实我们学校 也发生过什么花瓶 就像说以前 我们学校最有名 就是鬼故事嘛 那我因为太多鬼故事 不去念 不是 那顶多就会觉得 我们学校很多鬼故事 我就是这样 可是容我 我拿 就是这一次 今天这个马航事情 去举个例子 你去看看 你想到我们 刚刚凡复讲到 做新闻人这个 看到这种新闻 是亢奋的 对 你说亢奋 对 昨天我真的到 三年多才睡 因为看到这新闻 真的 可是你从这 你就看到了 就包括最近 这前一段 就在这件事情之前 大家的目光 在哪 加沙走廊 对 但是你都看到了 就是在这些 大国政治的博弈场上 其实最终的这些筹码 其实是人命 所以当这些大国 他们什么事 都要介入的时候 可是一旦发生事情 大家都在撇清 就你在介入与撇清之间 你怎么去玩这个 翘翘板 我不知道那句子 叫不叫翘翘板 你这种平衡游戏 就像其实你到校园里面 也一样 很多时候你发现 其实很多教授 你说这右肩 不是我要 但是因为他 他来勾引我 或者是说 大家都这样 大家不都特权吗 很多时候 你要去介入 可是这时候 出了问题 又在撇清 我觉得其实 这都有雷同的地方 对 大家好像都不是 非常意外 这个事 以前也不是没听说 甚至对他的 这个效果 都是存疑 那现在媒体也健忘 其实媒体健忘 直接就导致 这个收看新闻的 民众也会健忘 但是我那天 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就是 现在不是大家 讨论的很火的 那个什么澎湃吗 就澎湃 他现在做了 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是他的一个思维 是什么吧 就是读者 你来提问 你关心什么人 比如说我现在 今天突然间想起来 伊俊青了 好像很久 没有他的消息 他这个人 现在到底是 怎么个回事 我可以跟记者说 我想请你们去 帮我调查一下 这个人 帮我追踪一下 他的新闻 我不知道将来 就这种模式 如果是实行 发现他很成功的话 大家这个记忆 会不会不会像以前 就变得那么的短暂 有的事情 他可以来回的吵 就是大家跟踪之后 这应该是台湾人的长项 是不是 台湾就是如果 做政论节目 你可以追一个新闻 追一个月两个月 我都很佩服 台湾人的耐性 但是确实如果说 对于说众来说 他们是有 有这个持续的好奇心 想要去获得 这方面的资讯吗 我觉得测试下来 我觉得他有一个耐性 到如果全台湾 都快疯掉的时候 我觉得 那就差不多你要换题 还有收视率 你看收视率 但是我觉得 还有这件事 究竟跟你的生活 有多大的关系 如果说你说 是一个政府的贪腐 这可能你用的是纳税钱 那跟我的口袋有关系的 我可能 也许你讲这一年 我都可以忍受 但如果只是一个 可能某个人的花边新闻 或是一个 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 大家还是很健忘 其实我之所以在惊讶 是在于 我们后面会讨论到 其实不管是学校 或者是其实像一介 很多地方 其实私人公司 公家企业 都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之所以 为什么学校 会令我们特别震惊 之所以 就是因为它是学校 它应该代表着 某些不同的意义 所以这之后 我们也可以来探讨 这个佩芬 讲得很好 你说 其实我们看这样新闻 首先你可能一个 也不是出发点吧 至少 你的这些感受呢 是 因为你麻木 所以呢 你会对一些 比较异样的反应呢 你也感到麻木 就好像大学里面 出现这样的新闻 按理说 如果你说发生在哈佛 或者什么牛津剑桥 你这个可能 应该是世界性的 成文了 那个是世界性的 但是发生在中国 好像很常见呀 就有没有必要 花这么多期里去报道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心理现象 好 我们三天花新闻 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继续回来讨论 这个厦门大学的桃色新闻 U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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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回到三地花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凯蒂 我是白芬 仔细看下大的这个 右肩门事件 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一个呢 就是它现在事件发展到吧 就为什么事情可以闹这么大 很大程度上呢 是在于就是历史系的老师 自己就看不下去了 他们呢 以这个系主任鲁西奇教授 以他为核心 大家呢就写了一个决定 那这个决定呢就是 首先终止吴春明在历史系教授委员会履行职责 直到呢上级部门对他所设事件做出结论 第二个呢就是提请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终止他在学院教授委员会的履行职者 也是要上级的领导部门对他的事情做出结论 第三个呢考古专业的日常工作 由别人来代替 最后一个呢 第四点 要请学校的党政院里的相关的领导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他所设的事件要展开调查 以给包括吴春明教授在内的历史系师生以一个说法 就好像全历史系的人都被他内啥了 好最后一点 作为基层教学与科研单位历史系的系务会教授委员会 并无调查本系教授的操守行为之权 只能等待上级领导部门展开调查 做出结论 就是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看这个人看不下去已经很长时间了 可是我们手上没有什么权利 而且呢现在呢大家对他欺负到已经到一个临界点了 就来了一个大爆发 最后呢就导致这样 这是其一哈 其二呢就是你看 因为受害的女生其实很多 而且呢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呢是敢怒不敢言 就自己消化 甚至有人很极端的自杀呀 割腕这些 抑郁长期沮丧心情非常糟糕 那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就比较勇敢 她也是可能私底下聊 就发现哎好像咱们经历遭遇怎么这么类似哈 聊了之后呢就互相给对方鼓励 最后呢是有一个女学生不是在网上就发了那封信吗 这个信里面呢她她讲的一个一个这个老师就是下手的一个轨迹 她会捉住呢哪些学生来下手呢 首先你是要家里就是是外地的学生 因为这些学生呢可能她比较孤单啊 就是生活方面也是缺少家里人的关心 她会挑选老家在外地温顺听话的女学生 然后呢就借口报账 会晤这些杂事就制造更多的接触机会 然后司机呢先是严厉批评你 就说你这个文章写的不好 你哪哪学说做的不规范 然后呢就是等你脾气比较顺服之后呢 我就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就是什么捧杀 就骂完你之后呢又夸你 夸完你之后就所谓的恩威并重 顺服的女生呢 她就在众人面前大肆的表扬和赞美 或者是呢就是承诺 因为研究生你要毕业的话 她有这些科研的任务嘛 你必须发导多少文章你才可以顺利毕业 那我就利用我手上这个职权 甚至是特权 我就说你可能跟我好了 我就提给你提供多一些的资源 就帮助你更快更多的发文章 那根据这些的一个机会呢 她其实就是增加反复和多次接触 那假意还会关心你的这个家庭情况怎么样 她会跟你聊你的父母怎么样 如果发现呢你跟父母之间是有代沟的 她可能就觉得机会就来了 因为这些事你可能不太跟父母讲 那好我就更好下手了 她就说其实呢我们不仅仅是师生啊 我们还是朋友啊 说实话你在外地 如果有老师对你这样 你很快就会变成小猫一样 就就就会很容易听话 那很多人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这个就让人有另外的联想 就是说有的人他也可能是真的跟老师觉得有真感情了 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现在你看普遍用的一个说法 或者说字眼是叫右肩嘛 现在我说一句 可能要是这么说出来会被这些女学生要骂要打的话 但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 当你选老师 或者说当你选课 当你踏出这个第一步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个老师的名声不好 可是如果说你预先知道 跟着这个老师其名下 可能你的论文数量会有所增长 或者说你的就业会好 你敢说你这个时候不动摇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去坦率地问 所有的这些可能受到伤害的女生 他们在最初的时候 内心里绝对有过想要耍小聪明的办法 以为自己可以 比方说跟老师玩玩暧昧 然后就全身而退 以为自己是可以这样子 但实际上没有 所以最后说到右肩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过程 一方面可能这些女学生 真的有跟老师产生感情 一方面她也可能想要在这种 玩暧昧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当利益没能实现 或者说发现实现的不够好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把这个怨气 都埋在这个老师的身上 所以还用右肩这样的说法 当然这里面很重要一点 是老师手里掌握着权力 对 这可能是最根本的 Cathy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君子 可是你也不是淑女 所以谁也不要怪谁 你中间很可能 自己是抱着一个不太纯洁的目的 去接近对方 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问题就在于 现在学校里面的老师 跟学生的关系 它确实就处在一个 非常不平等的 这么一个层级 而且好像大家都 刚才佩芬讲到 就感觉大学里的教师 它是处于一个 非常封闭的状况 你可能很多的 所谓的潜规则 就只有我们互相了解 如果而且比较难以暴露 暴露之后 似乎也不太容易 就是真正是影响到 这个人的学术前途 或者仕途 好像我们在大陆 就没有听到 因为什么陶色新闻 这个教授毁掉的 这个新闻 例子比较少 其实刚刚讲到 权力不对的 确实是 就像我们上礼拜 我跟圆圆 跟樊叔在那边聊 说在公车上 为什么有个大学生 被摸大腿 我不敢反抗 可是我真的觉得 有一些大学生 他是会的 所以你特别是在 这种老师 他是有一些 相对来说 是有权力在手的一个 有很多女生的或许 我觉得我不排除 真的可能会有 真的有所图的学生 但你说老师 这红两句 可能也会有 因为惧怕或怎么样 而不敢反抗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 这样的一些人 那你说再封闭 还有就是 刚刚樊叔提到 一个重点 就是你这些东西 爆了这么多 一路以来这么多 那究竟这些老师 后来怎么了 我觉得这后来怎么了 也是让后面 会不会继续发生 很大的一个原因 你说你说如果在 相对来 比如说台湾好了 因为媒体 甚至把你就是 祖宗八代都挖了 然后什么都挖了 其实你后面之外 你可能真的是在 这个学术圈是混不下去 你可能还得要 去换个名字 去搬到其他地方 你才有办法相处一下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某些程度 有一个嚇阻作用的 可是你说在这里 真的 那媒体又健忘 其实我们可能 讨论一下 那可能最后 关注人不是很多 我觉得 其实你说这样的事 我们下次会不会 很可能在这里再讨论 真的是非常可能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你通过法律来禁止 因为现在有的人会觉得 那你不排除 真的是有学生跟老师 他们是有真感情 就所谓的师生恋 也确实我们身边 都有一些例子 就是学生或者同学 你真的就跟老师在一块了 这其实也是一段佳话了 我觉得中国 就是因为鲁迅 跟徐广平 开了个不好的头 早就咱们现在 都不敢明明 还真的是这样 就很多的评论 他就跟你引进据点 他说你看 鲁迅和徐广平 也是一段佳话吧 但是呢 我发现就在有的国家 或者地区 他们是真的是 名令禁止 你像 塔佛大学 这个 1984年的时候 就颁布了一个校规 说那是禁止教授 和其直接教授的学生之间 有浪漫的关系 这个呢 是美国高等学校 第一个颁布的 师生恋的规则 后来呢 这个规则就慢慢地扩大了 就变得 不仅仅是禁止老师 和直接教的学生 有浪漫关系 而是禁止一切 师生之间的浪漫关系 现在呢 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 都有这个规则 我还看到呢 台湾在一年的11月份 教育部就宣布说 禁止师生恋 纳入了教师的聘用条例 可是真的 他练了之后 他管得着吗 你说感情是很自然表露的 可是我觉得回归到一个 你限制 如果说你 很多公司 他也会限制办公室练起 因为他觉得 如果两个每天 在眉来眼去 你会影响到工作品质 那同样你在学校里面 因为老师你教他 他可能要打成绩 那可能要批准什么 那可能会有中间 有利益的关系 对别人会不公平吗 我觉得OK 可是你说 真的可以监管到 这么仔细吗 如果我跟你现在 有感情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我们不公开 到我毕业之后 我们再来再公开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那学校抓得到 其实抓不到 我觉得最重要的 你说还是在于自己 那你刚刚提到台湾之前 就是真的是教育部 有传出来是希望 就很明令限制师生恋 可是东西出来 就是被什么 人权啊 女权团体 就大家批得要死 就觉得 真的是太夸张 后来教育部 其实在推出这种 就有修改他的一个条文 就可能讲说 其实基于一个专业伦理 教师跟学生之间 是不宜发生亲密关系的 对所以 但是你说真的 如果说 男为乎女为家 然后在学校里面 你要去限制他 其实真的很难 而且这就跟你 上高中的时候 禁止早恋似的 你防都防不住的 你说感情是 你两个人是吧 发乎于情 这个是自然流露的东西 很难你说通过什么 意志规定 去给他明令禁止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发生感情不重要 可是在于呢 就是你现在 因为有很多寻租的空间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发生感情 因为中间 你就不单单是说 我一对一的 就跟你好了 以后可能有 很浪漫的结局 走进婚姻殿堂之类的 现在就说他一对多 他多了之后吧 现在反倒没出现过 女生之间互相吃醋啊 什么的 我觉得持生恋的情况 就会变得特别的复杂 你比方说 如果你只是两个 正常的人交往 那有交往 可能就会有分手 但是说如果说 是失声恋的情况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是很正常的一个交往 那最后两个人 感情不合 分手了之后 这个如果是女生 又越想越不对劲 我又想说 以前这个老师 欺骗我的感情 我又去 以一个受害者 弱者的一个样子 去向社会也好 或者说去向学校也好 去控诉这件事情 那其实最后 要说那个老师 也蛮冤的 就补一个案例 就在台湾有一个 就去年的新闻吧 有一个国小老师 他就是在他任教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小学生 因为台湾应该说 你最大 他不是说禁止你失声 而是说你可能 对未成年的这些 可能那已经不是 失声恋的问题 那根本就是一个 性侵犯的问题 可是这个小学 小学女生呢 就后来一直很有耐心 等到自己成年 然后就在 跟老师就发生了关系 后来呢 他发现 老师跟他发生关系的隔天 就是老师要去 娶别的女人的婚礼 后来他一个火就来了 然后就踢爆 其实他们在 就他还在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已经跟他 有这种恋爱的这种东西啊 就可能就提出来 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你这样是不是继续教 所以其实 你说这里面 其实还藏在很多问题 很多女孩子 其实是非常单纯的 这个女的很可怕 我觉得 他也非常有耐性 我们等到合法 我也不想 现在老师 你最后犯了法律嘛 可是后来发现 新娘不是我的时候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女人 真的不是好惹的 好 我们今天说到 这个下大的 很多各种门 那当然大家会把目光 关注到现在高校里面 究竟师生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特例 还说 其实在学校里面 挺普遍的 我们等一下来 真的请到一位 目前在高校任教的 青年教师 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 副教授 周璇毅博士 我想听听他讲一些 学校里的故事了 好 三天话新闻 我们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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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欢迎回到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大家好 我是凯蒂 我是凯蒂 好 紧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位 正在高校任教的 一位青年教师 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 副教授周璇毅博士 周博士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其实我有一个 很坏的心理 我说我想听你讲一讲 就是学校里面 你所在的武汉大学 其实也是我的母校了 就是有没有 也发生过 类似于这次下大的 当然可能没有闹得这么大 所谓的右肩门 但真正是师生恋这些 似乎也不是一个说 不会常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这些故事 能不能跟咱们分享分享 或者你就单纯谈谈 对这个新闻的看法 也可以 这个想法真的 你的问题真的很坏啊 因为师生恋这件事情 其实在校园里边 它永远都是一个校园的传说 对于这个传说 可能各种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人可能觉得特别的反感 似乎有人觉得还蛮OK的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公开的 在微博上表达过 对师生恋的一种反对的态度 出乎我意料的是 其实我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好像有些人觉得 只要是情感是真的美好 但这次的所谓右肩门 当然有另外的包括 用几个学术的地位来对学生 进行一种情形上的控制 对吧 这当然我们会反对 但是好像有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是两情相遇 那可能这个关系之间 又有什么大大问题呢 所以现在社会上 对这个问题似乎还蛮有争议的 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对刚才我们在棚内聊天 也是这么聊到 我们说感情这个东西 你是很难办法 就是名文禁止的 那这确实你情我愿 但是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武汉大学 就是比如说武大的哲学系 或者历史系 老师真的是跟学生谈恋爱了 那学校会出面干涉吗 首先我拒绝你这样的一种 非常具体的假设 我们来假设 我们来假设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 现在中国的很多校园里边 我们会发现 如果这件事情里面没有产生 像现在所说的这些学生的举报 然后这个社会的负面的舆论的影响 那么据我们一般所认知的 其实学校方面会淡化处理 不会把它专门作为一个 需要处罚的硬性规定的条例 这也是我们现在通行的一个原则 但是我个人其实对于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我们似乎应该 仿效西方某些大学的一些原则 把它确立为某种 不可以触碰的一种界限 因为我的观点是 事生内里面两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老师作为一种优势的地位 他可能会应用这样的一种东西 进行一种不平等的 所谓的这个交易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算这一点不成立 就算是真的所谓的两情相略 事实上也是违背老师 去教书于人的一个 自我的职业定位的 而我的基本观点是 你的任务是指导学生 使得他们精神上能够成熟起来 这就为了学生在你的手中 事实上始终精神的不成熟到成熟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学生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爱上了 使得他精神上变得更成熟 这样一个所谓导师性的人物 那么这个过程本身 是跟他的教学目的是相悲的呢 还是相离止的呢 如果你们仔细想一想 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 教书于人主 如果使得学生不能够分清楚 教书者的身份 角色的这样一个定位 混淆了教书者的定位 一个lover的这样一个定位 我觉得你的教学 本身就已经是失败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 即使这件事情 不使用任何的学术上的 所谓的诱惑呀 或者是道德 或者是控制等等等等东西 单纯只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爱情关系 我觉得在实际出来的 实际程度之间的话 我也是非常的 不正终这种关系存在 是 周博士的观点 非常的明确 他也是极端的反对 如果是 我有 我还是继续 我的假设性的问题 你可以拒绝 但是我认为 这个应该是实际会发生的 某大学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 对 周博士 就我所了解呢 就是您在学校里面 也是非常受欢迎 我相信很多女生 这个看待您的这个眼光呢 可能也会没那么的纯粹啊 我就再设想 如果你真的是遇到了 女学生或者其他的 就是女学生吧 就是对你有些什么表白啊 或者超越 两个师生 就是学术范围的这些接触的话 你会怎么反应 这个问题我必须得回答 因为我现在问的不是一个假设性 是真的发生了 我现在问的是一个非常真实存在的问题 我的具体的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呢 其实我记得我跟一个学生很明确的去说一件事情 就是我只告诉他一句话 这个事情当然是很聪明 我说你要把这个重点放在我所教你的东西上 而不要误把这个重点放在教你这个东西的人身上 如果你是真的把重点放错了 那你实际上你是不配做我的学生的 如果你不配做我的学生 说实在的 我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实际上 你是不配爱上我的 那这个你是不是怎么反应了 他还是很聪明嘛 基本上我这样去讲了以后 也就这件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我还是很欣慰 我的学生还是很聪明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你这个学生真的爱上老师了 说这个老师不是个合格的老师 所以你再真正的去想想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爱上老师或者老师爱上学生这件事情 根本上就是这个实际关系相违背的 这是我的观点 好我再多问几句 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那比如说在香港的话 我们记者出去采访的话 有时候也会想避嫌 你说同时如果是跟一个男嘉宾的话 这在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样的时间 这都会考虑的 但是如果这个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你比如说要对一些学生进行课外的一些辅导 一些课外的一些活动的话 会不会也会考虑在这些相处的细节方面 做一些提前的规避 对对对 我们知道其实在大学里边 课外的活动或者指导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有些大学它会规定的比较严格 比如说老师在星期一或者是上午或者下午 在学校里边是专门是作为答疑的 他们办公室固定的 那么所有的学生都能够进入办公室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就是规定了一个公共开放的空间交给师生交流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已经做了很好的预防 那么如果没有非常规定的地点进行师生之间的交流的话 那么我们的地点的选择就应该主动的有所规避 像你说的我们说是采访一个女记者采访一个男嘉宾对吧 或者一个男记者采访一个女嘉宾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 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强 对于学生或者对于老师的共同的教导 因为有时候我不能否认 有时候的确师生关系之间会产生一种自然的 很轻易的情感 这个很正常 因为都是成年人 那么我们就得注意避免 我们说实在都不是柳夏会吧 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客观条件 使得自己能够做到柳夏会那样的事情 就是事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脑子里面有一根线 那么绷住 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步一步的暧昧的环境 或者说那些比较酥密的容易产生出这种情愫的这样一种条件和氛围之中 这一点事先脑子里面是得有一根线在绷住的 好的 谢谢周博士的连线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主持人 再见 好 确实如周博士所讲 人人都不是柳夏会 做不到什么做怀不乱 但是呢 就是你说现在从规矩方面也好 就是师生之间呢 首先是有一个警惕也好 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防止 还说刚才周博士的观点 应该说这个东西是势必得防止的 就是你不能给它留任何的发展的空间 但是我还是对现实的可遭作性表示很大的怀疑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当然这次下大的爆出来的很多事情里面 除了这个右肩门是一个 我想另外的一个关于学术腐败也是很多人想要讨论的话题 包括就是说正好台湾最近也是有一个事情卷进来 那我就有一个自身的经历是 我记得刚刚来香港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教论文在提交给老师之前 是要先过一个系统的审查的 那那个系统是提交上去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 你这里面有比方说如果说有跟其他的一些论文有相似的 它要相似程度是百分之多少 它会告诉你 当然因为你的论文里面会有很多的是直接的去code原文 去引用原文 所以你有一部分 比方说小于百分之十 那它是可以接受的 那大于这个数字的话 它就会默认为你是一个抄袭的文章 那这个系统不光是影响到你现在 也许你今后想要再更进一步深造的话 它都会给你的留下不好的这个学术诚实这方面的印记 所以在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在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 第一课就是给你讲这个 我觉得当时给我的 就是会有一个影响是 因为以前在内地上大学的时候 可能大家的论文比较对付啊 或者说我想copy and paste 都是很多大学生现在常用的一些事情嘛 但是到香港以后 你会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严肃的 你要去好好的去想想 要不要冒这个风险 为你以后的路 可能都画上不光彩的一笔 你就会开始有这个担心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内地的学术腐败 是从学生开始 那如果老师都不在意这件事情 老师都是他获得他的 比方说教授的职位 或者是甚至是院长校长职位 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得的话 你怎么可能去要求你的学生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风气的问题 你说如果在内地的话 你可能觉得复制粘贴 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因为确实你要求一个本科生 做出一个什么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这确实也至少在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也挺天方夜谭的 但是在香港大家没这个风气 就是你进校园的第一课 已经是有人给你打上预防针了 并且是大家非常 就这些事情会让你产生一种意识 就关于这个氛围的意识说 你在这个地方必须非常正正规规 一切都是按章办事 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讨好教授啊 通过一些可以投机取巧的那些捷径 来获得你想达到的目的 不之前香港还有一个新闻是说 一个女学生往教授的包里塞了几千块钱吗 就让她论文过还是干嘛 最后不是都都上头条了吗 就这个在香港学术界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东西呢 你不用讲 如果你是生长在这个体系之下的话 你自然会有这个金 可是问题就是好像现在在很多内地的学校里面 大家觉得我不管是做什么 我就可以不择手段 我只要是达到我的目的 我只要我跟你说好 你别说出去 咱俩就这么行了 但是这个现象你在香港是 至少在现在我是没有听说过 但是也不否认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教授跟学生 你说关于感情方面就真的没有出过纰漏 这个也确实不敢打包票 其实我觉得老师之所有责任 他除了教导知识的话 还要教导怎么做人 我不知道你们俩生命中有没有那种 对你人生价值观影响 有有有有 我觉得照理说正常的为人师表 这表是什么 就是你的表率吗 可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老师是不是在做这些东西 那如果就像如果老师在传递一个学生 很正确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其实是会引导学生 在一个正确的路上的 可是现在就在于学校 其实学校很多时候 他有很多规矩管理学生 但其实老师也是该管理对象 但更多时候可能他们管的 他们要的是老师的上半身 而不会去管他的下半身 真的 但我觉得其实这对 真的是环环相共 你说现在台湾 前几个礼拜的新闻 你说只是有一个大学生 去跟男朋友去他的学校旁听课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你可以不要再玩手机的 他觉得你又不是我老师干嘛 然后就拿桌上杯子水杯砸那个老师 你会觉得现在好像很多这种 他打老师啊干嘛 就是你或者你骂我两句 我叫我爸妈来这种 那老师都不敢 我觉得这是整个风气的问题 可是老师忘了自己 好像也有某些要叫做人的责任 可是这又跟我们待会 要讨论的话一样 其实现在台湾的整个学术环境 也是非常扭曲的 有太多奇怪 就是老师他整个学术 只会用你发表多少论文 来定位你成不成功 而不会去觉得你到底教出了 到底多少个正直的学生 我觉得整个学术的系统的扭曲 造成现在很多现象的 非常对啊不正确 没错 关于这个学术界的阴暗 也不仅仅是存在于大陆 台湾近期呢就爆发了 因为国际期刊论文 丑闻就是也是涉嫌到了抄袭 那教育部长蒋伟宁就下台了 那这样一个事件呢 在台湾也是引起了 人们对学术圈 所谓阴暗面的 非常多的关注和讨论 我们三天话新闻稍微休息 等会儿最后一部分来说说 台湾的学术圈 又是怎么回事 好的 好的换回到三天话新闻 说起这个蒋伟宁 他也不是马英九聘用的 这个唯一一位高学历 高知识分子 作为他的那个成员 那他这次呢 有人觉得还是挺冤的 因为之前他这个 很多人觉得他是清白 就包括他自己也说 有一个证据是振动与控制的 科学期刊对他回函 说有一些的无辜者被牵连 就包括像他一样的共同作者 他是跟这个叫做 陈振远的人是共同作者 但陈振远呢就被人说是 用这个假账户 来假冒他人 是审查自己的论文 他像是被牵连的 而且他人家觉得 很冤的在于说 前面好像台湾 有一个国教风波吧 他这个是顶住了 但是这次论文风波 他顶不住 这样一个话表示 非常的痛惜 行政院长 你看也是勤勤恳恳 教育部长也不容易 这干了两年多 就这么下台了 但是现在应该是 他以前任教过的 国立中央大学 是请他回去任教 他是非常著名的 土木工程的专家 斯坦福大学毕业的 高知识分子博士 台湾到底学术圈 有一个新词 我以前也没听说过 叫学乏 这个是什么意思 学乏的话就是 军乏的乏 对 军乏的乏就等于有些人 这整个学术圈的 大部分的位置 或者是历史 特权是被这些人说垄断 但是刚刚讲到说 蒋伟远他下台下的冤不冤 后面这个陈津汉 对大家都看到了 可是我觉得因为他是教育部长 所以我觉得那个标准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一件事归一件事 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作假 我觉得那是一码事 或许他可以被千百 可是你说挂了一个 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的这个名 挂名文化 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我们 现在学术圈很严重的问题 就很多教授可能只是 你邀请 然后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在研究什么 我挂个名 那我挂个名 我到底连挂了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正确的 学术研究的风气 另外还有蒋伟宁在 就是事件爆发的这前面 他有几次的说法的转变 就一开始不认识这个人 也要见过 根本不知道他 然后要其实见过两次面 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是学术最高的 这个管理者 所以对他的要求 也要更加严厉 那一码归一码 我觉得他的下台 一点也不远 一点也不远 因为我想内地的 我不知道台湾的情况 具体是怎样 但我觉得内地现在 包括一些学术腐败的问题 一个说到制度上 其实是因为 现在内地的一个高教体制 变成了一个行政化 就是说这个学校里面的校长 他不一定是说 我的在学术上面 最优秀的 有多大的成就 或者说我在 真的是在享誉国际的学者 不是 而是看你的管理能力 看你的行政能力 所以这就变成 整个的一个 变成了一个颠倒的事情 变成说我要 为了要去当这个 管理学校的校长 我可能临时去拼凑一些 我的符合资格 让我自己的级别 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去拼凑一些论文 然后到一些期刊发表 那我符合这些程度之后 我就可以当校长 而不是说像一个正常的 我们认为是 他因为在学术上 享有剩余 被大家公认的 推选为这个校长 这整个的过程 但是我又有个怀疑 你说校长 他确实 他最主要的功能 他是做管理的 就是是不是一定得要求 他必须是 享誉国际的大学者 因为我想到 刚才连线我们校友 周全益博士 就是武汉大学 当年在最鼎盛的时候 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 我们的校长 是刘道玉校长 大家应该可能也听说过 这是国内 非常著名的化学家 可是呢 他当校长的时候 他不是教授啊 他仅仅是个副教授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认为 这是显示出 国内对于教育风气 一种非常开明 和开放的 这样一个标志 他招学生也好 他并不会看你 这个甚至是 现在的一些自主招生 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出去模型了 而且你说 聘任教师也好 升教授也好 他的参照的标准 是很灵活的 很人性化的 这为什么就不行呢 就为什么 现在非得要 逼着你要出产 学术成果 就现在很多的老师 他基本就不管教学了嘛 我只管每天生产论文 生产论文 你说真的教授育人的吗 他根本没有起到 那个作用 而且本身可能 他的自己的道德品质 他都不一定 可以教得了你 这方面说明 他自己是有很大的 缺陷和瑕疵的 所以现在整个教学的 就是学校里面的那种 像塔式的 非常理想化的 那种模型 我觉得在 至少在大陆上 这方面已经是 很大的一个褪色 就是理想的 那个理想主义的色彩 会越来越淡化 可是太过理想主义 也未必好的 就像刚刚 Cathy讲到你说 一定是享誉国际 或很会做研究的人 去当校长 那也未必适合 因为最大的争论就在于 你说会念书的人 会当官吗 对不对 这样一话 你说 蒋伟你这边不是在台湾 被骂得要死吗 会念书会不会当官 会当过校长 会不会就一定会 到教育部长搞教育 他们不见得 我觉得很多时候 还是一个 这学校的一个风气 我觉得其实真的 没有一个标准 很多时候 你每个学校的风气不一样 有些重学术研究 有些重开放思想 所以真的是 不同的学校文化 有不同的校长需求 对我觉得 但是我刚才说 学术上其实只是一个考量 那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包括 对他这个人的道德品质的 也是一个考量 只不过现在 在这方面 我们好似乎是 没有一个标准 包括说 我觉得 记得有一个 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当时教育部 当时的内地教育部长 周基 他搞一个高校的教育评估 然后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 有一个 大家猜一个谜语 这个谜面呢 就是说 高校教育评估 谜底是什么 叫打一个武器 就叫洲际导弹 因为他当时这件事情 搞得非常的兴师动众 然后每个学校都如临大地 为了迎接这个高校教育评估 然后做很多粉饰性的工作 去跟学生说 比方说 有人来问你 什么什么问题 你要怎样怎样回答 那这些事情 就实际上掩盖了真相 包括说 后来现在我们 一味的说要 让培育什么 几个国际知名的 一流大学 实际上给北大清华 很大的压力 他们承担了 他们占用了特别多的资源 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但实际上出来的效果呢 我们推一个一流名校 是靠这样的方法去推吗 这是我觉得也是 中国教育界 可能要想的一个问题 对 现在国内的教育 永远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这也是一个新闻巨大的宝藏 但是标准 它确实是可以 非常灵活多变的 可是呢 底线是有的 就是你不管是做人 做老师 做学生 每个人你都要想清楚 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当然法律 这个是最低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似乎道德 你好像看得出来 跟法律的这个底线的高低 在大陆很多时候 你都会有一种 非常让人感到混乱的错觉 好 今天三电话新闻 我们就讨论到这儿 等会呢 是有话直说 欢迎各位 对马航的飞机 被击落的事件 发表你的观点 你认为 现在的这个罪魁祸首 最有可能是谁 那这样一个局势 会因此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请各位发表意见 在内地可以是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46 我们等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